我们新西兰南岛库克山的旅程 就从这棵孤独的树开始 这棵树一点也不孤独 还有好多人陪着它 就像这样的网红打卡地 在这个夏天挤满了游客 真的是热闹 这里是网纳卡湖 我们没有待多久就走了 事实上我们从皇后镇去库克山的路上 也会途经这里两个小时的车程 而且当我们去往今天住处的时候 随着我们向目的地的驶去 我看到了导航的终点 在地图上显示那一片蓝 以及路上越来越少的车辆 这个时候我就知道 这个住宿的地方肯定是定对了 在这个新西兰的旅游忘记 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宁静时刻 一直沿着看不到边的公路 慢慢的向那片蓝 驶去 那边是我们落脚的地方 这是我们在库克山的民宿 我们在外面吃多好晚上 我刚才就说 外面吃吧 好不好 他们都要去虎边了 那走吧 这个地方叫 Lake Ol Awe 我们把住的地方定在了这里 从到这里大概一个小时了 基本上没有看到一个人 所以只有我们几个人 感觉像一种隐秘的室外桃源 里有个湖 这个湖在阳光底下是蓝的 这是我们来的季节是夏季 不然的话它们就会全是雪山 另外这里去顶客山也很方便 开车过去一个小时就到了 可以把这里作为一个去往库克山的门户 这不是在游泳池里带的东西 对呀 这也可以不带 小心啊 水冷不冷 感觉来这里的人寥寥无几 如果你想躲避游客和大自然真正的独处 那么一定要来这里假装一下农场主 我们这个小木屋就在湖边的一个小山腰上 据说是几十年前 牧羊人在这里放羊的时候住的基地 如今推开落地窗对面就是琥珀 冬天呢就是雪山 我们坐在这里发呆 野餐 午睡 晒太阳 这便是整个新西兰对我印象最深的地方之一 我们要去拍一下星空 这个小镇虽然没有人 但是还有几个民宅 我觉得它的光污染还是稍微有点严重 转一天我们先是去了一个黏土悬崖叫Clay Clives 这里是库克山脚下的一个石林 开车进来每辆车只收5块9币 也没有人收票 就是大家自觉 这是一个私人领地 同时也是电影花木兰的取景地 我们从这里爬上去只要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是什么果子啊 大海哥 大海哥 这里都放不了无人机怎么办呀 放得放也不行啊 那我们怎么办呢 咱们是不是你弄个直升机上去 必须的 我们是不是得人肉给它擦一下 必须的 现在是夏天这上面都没有雪了 你看冬天的话这上去都是雪 可以去那边排排那边 库克山的徒步一共有三条步道 Tasman Glaser Tasman冰川步道 Hooker Valley Track 胡克山谷步道 还有一条步道我们没有去 是穆勒步道 这条步道难度比较高 不太适合我们这个团体 所以我们先去的是胡克山谷步道 这里是可以看到河流 可以看到库克山的全景 总共只有10公里的往返 会经过三座吊桥 之后就会到达库克山脚下的 Hooker Lake 全程三个多小时就可以往返 这条路线是最漂亮的一条 然后也是走的比较长一条 但同时人也特别多 初级的步道难度并不大 如果你的时间不富裕 其实你到第一座吊桥 就可以回头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 这是一座 好高的桥 你先下 这 行吗 我就是慢 你共管我 你共管我 你放进我 OK 库克山 如果天气不好的话 就会看不到库克风 不过我们的运气还是不错的 全程基本上都可以看到 行不错 现在这个山峰已经露出来了 我是看这个湖 10公里就在这个位置 塔斯曼湖 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了塔斯曼冰川 这里爬大约600阶台阶 就可以登顶 哇你们好鸡贼 这小时的花 哈哈哈哈哈哈 塔斯曼冰川 这个地方写着往前700米到 然后我们才发现它是700米台阶 700米高 垂直700米 就有一条小河叫Blue Lake 这条徒步路现在左转是Blue Lake 直走是这个塔斯曼 Glacier Rail 这Blue Lake是绿色的 并不是Blue的 然后它还快干了 take a look Come on 哇好像到了 你看那块 它上面是黑的 但是底下实际上是冰川 慢慢慢慢下吊 对对 有块浮冰 你看这写着2011年突然萎缩了 萎缩了92平方公里 90年咱在位置都是冰 现在不可能了 世界变化真大呀 很多景色 美景不及时看的话 慢慢就会消失了 今天我们回来之后 整个天都全影了 是个大阴天 但是也正因为它是阴天 虽然湖面的颜色变得没有那么蓝了 但是那个湖面 镜得出奇 就站在旁边还有那个湖的倒影 还有山的倒影 太漂亮了 这个湖 夏天的库克山周边 我觉得并没有很惊艳 只是普普通通的山河湖该有的样子 每天下午回到民宿的这一抹篮 安静的小村庄 大家恰恰好一起吃饭的恨味 慢悠悠的节奏等着日落 风停了湖水边的静腻 而我们却坐在这里不动 反而这些才是最吸引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